秦浩的天赋有多强 他为十号选择献祭自己几次 秦浩自幼便出生在布老山之中 由于他的体内拥有能够滋养仙谷的至尊血 这也让他成为了布老山创始人布老天尊的清传弟子 布老天尊为了能让秦浩尽快地成长起来 不惜耗费大量灵药仙草 最终让秦浩成为了布老山的少年至尊 秦浩对于普通天才而言 他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天才 毕竟他一个人就同时拥有了仙谷和至尊谷 倘若秦浩努力修炼 未来必定能够成为一名仙王巨头 只可惜秦浩太过于依赖至尊谷和仙谷 这也导致他与十号这一类的天才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终也只是指不于真仙而已 不过好在他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哥哥十号 秦浩在年幼之时 他曾十分厌恶自己的哥哥十号 但随着后来十号数次将他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也使得秦浩真正从心底将十号当成家人 为了十号 秦浩同样也能付出一切 那么秦浩选择为十号献祭自己几次 一 出生之时 十号乃是天生至尊 他一出生体内便自带了一块威力无穷的至尊谷 只可惜还没等十号成长起来 十亿的母亲便将他体内的至尊谷挖给了十亿 六个月大的十号 在历经过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术之后 他体内的至尊血几乎都要流干了 眼见十号就要因此造妖 十子林夫妇只好四处为其寻找圣药 只可惜圣药是何等的金贵 其他势力根本不会将圣药送给十子林夫妇 二人无奈之下 只好前往秦一宁的母族布老山寻求圣药 布老山虽然没有将圣药赐予他们 但却将换血之法告诉了他们 只要十子林夫妇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便可以用第二个孩子的血液去拯救十号 如此一来十号便能恢复生机 而秦浩作为十子林夫妇的第二个孩子 虽然他本人可能并不将自己的血液分给十号 但他现在毕竟还只是一个婴而已 根本没得选择 好在十号最后凭借着自己惊人的意志活了下去 这才没让秦浩一出生便放血 二 十四岁之时 在下界大劫降临之际 十号为了避免七神书独众生 当即便选择独自去面对七神 十号为了能够击杀七神 使出了浑身解数 七神虽然最后全部被击杀 但十号同样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十号他不仅身中绿铜锈诅咒 而且就连他引以为傲的第二块 至尊骨都因此碎裂缺失了一部分 倘若十号的第二块至尊骨完好 还是有一定几率能够解开这绿铜锈诅咒 但至尊骨已经碎裂了十号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绿铜锈诅所侵蚀 不过想要救回十号 并非没有其他办法 只需要将秦浩体内的仙骨移植到十号体内 十号便有一定的几率能够抵抗住绿铜锈诅的侵蚀 秦浩知晓后便准备主动献出自己体内的仙骨 只是十号知道自己大线 已到并没有了秦浩的仙骨 不仅如此十号 为了让秦浩更好地成长 他甚至自己体内的部分完好的至尊骨 送给了秦浩 三 二百万岁之时 在十号成就准仙帝境界后 他便前往戒海尽头的终极古地寻找柳神 十号在终极古地之中不仅找到了柳树 而且还找到了黑暗天庭的三位暗黑准仙帝 这三位暗黑准仙帝乃是大清算的始作俑者 为了避免大清算的发生 十号便与三位暗黑准仙帝展开了大战 这一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万年之久 四个人的全身精血 几乎在这场战斗中快要流干 秦浩为了帮助十号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选择自行兵捷 为了十号补充精血 也正因如此十号才能战胜三位暗黑准仙帝